漫漫人山路,悠悠伴你行 哈喽大家好,我是艾美翘婆婆悠悠 我们今天再来说说这个油 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终于在网友的帮助下 找到了一个又便宜又实惠的 低碳饮食比较适合的油 上天我不是有个视频说 低碳饮食该吃什么油吗 因为当时就有一个网友留言说 那些油都太贵了 我们在农村也吃不起那么贵的油 然后我当时的回复是说 如果你吃不起这么贵的油 那你就维持原来的油 什么豆油菜籽油啊 该吃什么吃什么 但是呢不要因为这个来放弃了低碳饮食 这个视频播出去以后呢 非常热心的网友 这个网友呢已经有四年的生同经历了 应该说是资深人士了 就给我留了一个言 我给大家念一下 低碳饮食真的不建议吃一些精炼植物油 最实惠的就是猪油和棕榈油 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等精炼植物油 含有大量的奥米加6 容易引起身体的慢性炎症 另外这些植物油在精炼的过程中 会产生反式脂肪酸 对身体有害 而猪油棕榈油价格便宜 烟点膏不易养 是低碳饮食最灵理想的脂肪来源 我自从看了他这个留言以后呢 我就开始上心这件事了 我想既然有便宜的油 那我们当然就不吃原来的那些植物油了呀 然后这两天呢 我就跟这个网友沟通啊 确实给这个网友添加了很多麻烦 我一直不停地追问他 我其实就想知道 这个棕榈油有没有味道 一般人会不会适应 然后这个棕榈油大概多少钱一斤 因为我对国内的这个物价 这个市场我真的不是很了解 他跟我说呢超市是买不到的 然后我就问他网上从哪里买啊 然后那个他告诉了一个价格 五升是55块钱 然后我呢还换算错了 我不太会换算这个升和金呢 我理解成一斤十块多钱了 所以我就回复他 我说这个还是太贵了 因为很多的人可能家里边经济情况 确实不好 就是一分钱都要算计的花 后来这个网友说怎么可能呢 他说这才合到五块钱呢 这个不算贵了呀 猪油在市面上都要十块钱一斤 然后我才发现我算错了 然后我就等不及 这个到底他从哪买了 我就赶紧的 我想着那网上在国内 也基本上就是淘宝京东嘛 我就赶紧向淘宝上去搜了 结果还一搜就出来了 我要知道这样 我就早早就向淘宝去搜了 就是棕榈油真的是很便宜 他才合到了三块两毛九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那么呢我就赶紧上来 跟大家来汇报这件事情 因为这样的话呢 我心里就踏实了 我从淘宝了解了一下 这个亚马子油要十七八块钱一斤 所以说跟这个棕榈油比起来 确实贵了很多 而且棕榈油呢 它比较稳定 也适合高温 包括油炸都没有问题 也非常感谢这位网友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信息 其实低碳饮食呢也才一年半 真的是一个信任 我过去呢 我只是用于自己 可是现在呢 因为要回答大家的问题呢 其实我还是压力还是挺大的 我其实是非常担心 因为我的那个知识结构 掌握的不准确 误导大家 所以说 我也刚才也跟那个网友留言 因为他是资深人士嘛 我说 如果你发现我哪个地方描述不准确 千万一定要记得告诉我 我就赶紧上来跟大家纠正一下 您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拜拜 关注转发加收藏 俏婆婆悠悠心飞扬 哦 还有一句话 大家觉得哪个好呢 转发加关注 俏婆婆悠悠酷不酷 但我自己想了两句 有没有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帮我就是在后边呢 有这么一句话 我就能记住 谢谢收看 拜拜 拜拜